或许不爱读书不是你的错 学者专家他们归纳出了四种学习的风格 第一种叫做听觉型的学习者 他们喜欢倾听 当然也喜欢口说 这类型的人他比较主要是在声音的学习方面 这一类人他可能音乐的天分也不错 不管是声音或者是旋律 相较于文字图片 他会有更高的学习的敏锐度 这类型的人对于学习的环境就非常的需要去重视 他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 是透过声音在学习的 所以他很适合将他所学习的东西录音起来 不惯得听 或者将他所要学的东西 以口诀的方式去做编辑 一个旋律、节奏的方式来做一个学习 也很适合互动的学习 那种热烈的讨论 所以他们也很适合去组成这个读书会 第二种类型叫做视觉型 视觉型顾名思义 他就是比较focus在图像、色彩 他们的观察力很敏锐 是视觉型学习者的特征 所以他们擅长以颜色来做一个学习 比如说我们在书籍上 我们图上不同的颜色来标记 又或者是他们会喜欢图文书 更剩于文字 他们在场景的记忆 他们可能对于认入也非常的在行 他们可能也很喜欢看电影 胜过于读小说 他们有很强的通间感 对于颜色、线条的细节 也都可以把它描述出来 这类型的人需要多培养 将大量的文字转成视觉化的能力 例如说心字图 例如说表格 例如说他可以画流程图 还有地图等等 再来第三个叫做阅读型 他们比较习惯于解读文字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文字创作者 能够透过文字与文字之间的文字中的线索 去找到其中里面所隐藏的内容 能够加以的分析 这类型的人呢 很适合大量的阅读 透过书写笔记的一个学习方式 举例而言 当我们今天收到一张广告的传单 视觉型呢会在广告传单上 主要被它的图片所吸引 而阅读型的人则是看到广告传单的时候 被上面的文字所吸引 所以视觉型的人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学习呢? 当然就是做笔记去归纳以及进行整理 这一个类型叫做触觉型 我们又称为动态型 这类型的人呢 他注重的就是动手去做 所以呢 就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 这种人常常见到的特征就是去上课的时候 心进不下来转笔啊 坐姿扭来扭去啊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他们偏好用体验的去学习 所以他可能在实验课程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相对于听讲或者读写 他更适合的是直接动手去做 这类型的人的学习的方式就是 透过一个情境啊 透过实际的操作 透过演练、行动、实习 当要处理大量的文字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会建议让他肢体动作是有办法参与的 例如说画线、浮色、绘画 讲的四种的学习风格你是哪一种呢? 其实我们大脑它本来就是有多样化 我们去了解每一种学习风格的特性跟优点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之外呢 若可以我们在不同的场景去综合去应用它们 就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